年满40了,踩过不少坑,总结几句话想对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说 如果能走心,绝对能少走几年弯路,等十年后再来谢我吧 如果你有孩子,建议你转发给他 第一,一定要警惕消费主义 如果不爱读书,你就不要花几千块买Kindle 如果不是发烧友,你就没必要花几万块买音响 如果不是赛车手,你更没有必要花几十万买跑车 因为年轻人多数都有一个臭毛病 那就是以为东西越贵越好,以为东西最贵最好 因此常常落入商家的消费主义陷阱 消费主义陷阱最常见的套路就是凭空制造需求 比如三件外观完全相同的衣服摆在一个年轻人面前 第一件衣服卖100,它只能保暖,没有任何功能 第二件衣服卖500,它可以防水,还可以防割裂 第三件衣服卖1000,它可以防水防割裂 防火还可以防氮,还能让你在零下40度的低温和零上50度的高温条件下穿梭自如 你觉得年轻人选哪一款的最多 最后的结果是,花1000块买衣服的人在洋洋自得中感叹科技的进步 而商家呢,含泪赚了你800块,因为这些都是凭空创造的需求,普通人根本用不上 比如有人买了辆路虎,因为它有全地形反馈模式 可实际上呢,你车开到报废,你也遇不到几种地形 第二,不要试图向别人证明自己是个好人 让别人以为自己是一个坏人,远比让别人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人,活得更轻松 所以永远不要试图向别人证明自己是个好人 因为向别人证明自己是个好人,就等于放下武器 任人在割 不要以为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好人,别人就会对你有善 事实上,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坏人,可能人家才会对你更友善 虽然这种友善可能很虚假,但是虚假的友善也比真正的恶毒强 并且呢,还有一个残忍的真相是,你越向别人证明你自己是个好人 那你周围的坏人就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呢 因为坏人总是会盯上你,你不懂得拒绝,不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 你的界限感模糊,你是个老好人 所以呢,你就是最好的背锅对象 第三,如果有可能,一定要有一段一年以上的独居生活 没有室友,没有家人,就是独自一个人生活 因为只有独自一个人生活,才能最快的成长 独自一个人,可以让你有连续思考的机会 很多人都不懂得连续思考的机会有多么难得 人的思绪想要打开,想要顿悟一些事情 就像解开一个毛线团 更快的成熟起来,一直都活在一个出书茅庐的年轻人的世界里 很难提高 第四,除了父母和爱人,没有几个人愿意看到你过得比他好 所以呢,请不要向别人展示自己的幸福 更没有必要炫耀自己拥有的好东西 低调做人,不要张扬,你会交到更多的朋友 这个道理可能很多人都懂,但很多人又改不掉炫耀的毛病 包括我也是,我时常也有想要炫耀自己的冲动 只是我都能冷静的控制住,但是这种冲动是客观存在的 第五,不要免费的帮助别人 如果别人想从你这里获得什么经验或者什么方法 你一定要适当的端着点 最好是让对方能拿出相应的筹码去进行交换 其实这并不是为了公平啊 只是为了让对方知道你的东西有价值 只有让对方付出了成本 对方才会觉得你的东西有价值 否则你就不要跟别人说太多的干货 比如人家问你是怎么成功的 你就跟人家说,哎,其实也没什么,全是靠运气 这样他会觉得你很谦虚,觉得你这个人还不错 可是如果你傻乎乎的把其中的门道说出来 比如你跟别人说你是如何通过自己的处事之道 说服顾客买你的东西 比如你跟别人说你是如何通过自己渊博的知识来获得成功 人家只会觉得你是在炫耀,并不是在真心帮他 因为对于一个没有付出成本的人来说 他一开始其实内心就不相信你会说实话 第六,不要总想着和群 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 把时间都留给自己 每天多一些时间去思考 慢慢你就会发现同龄人会被你甩出一大劫 第七,不要在大佬面前表现得太卑微 哪怕你是一个职场新人 因为卑微的人不仅没有好果子吃 还容易被当成软柿子捏 当然你也没有资格表现得太傲娇 不卑不亢才是最好的方式 先聊这么多 我是爱闲聊有观点的小郭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咱们下个视频接着聊更有趣的话题 再见